3月3日 据美国拳击媒体证实 国际拳击联合会IBF已正式宣布 空缺的IBF中量级世界金腰带将公开竞标 竞标最少价格是10万美元 有一号挑战者法尔考和二号挑战者泽拉法争夺 众所周知 IBF金腰带原本被哥洛夫金把持着 但由于他迟迟没有未免 上一场比赛还是去年升到168棒与奥尔雷兹打三番战 介于IBF是四大拳击组织中管理最为严格的一个 因此IBF根据组织规定 决定剥夺了哥洛夫金的世界头衔 头衔变为空缺状态后 自然要由排名最高的拳手去争夺 巴西人法尔考目前职业战绩为30战全胜20场KO对手 高居IBF法定挑战者位置 而澳洲人泽拉法的战绩为31胜4-19场KO 排名IBF160棒第二位 这两位拳手都没有回避对方 于是IBF同一两人比赛争夺空缺的IBF王位 毫无疑问 哥洛夫金心里肯定不会舒服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结果 下个月他将度过41周岁 年龄确实太大了 所剩的比赛很有限 所以他选择不打法而考这种没名气的对手 也是理性的选择 只不过被拳击组织剥夺头衔确实也不好看 让他脸上无光 至于哥洛夫金下一场比赛是否会适合WBA普通拳王拉拉交锋 还是与其他组织冠军打肩并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